你好 欢迎收看3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花莲市公所执行资源回收业务表现优异 获得110年度的花莲县各乡镇市公所资源回收工作绩效考核 优等A组第一名 市长魏嘉贤赶到余有荣烟 并表示花莲市能够获奖来自于市民落实垃圾分类 以及队员加强破代击查 未来将会持续努力宣导 希望市民一起配合 花莲市110年度累积资源回收量高达29620.38公吨 比原先预定的标准25508.4公吨 还要多出了4111.98公吨 年度达成率高达116.12% 也因此在花莲县资源回收工作绩效考核中 获得特优等A组第一名的量力成绩 那我们也要特别谢谢我们非常辛苦的清洁队的对职干部 也谢谢吴队长 还有我们清洁队的同仁们 在过去一整年来对于资源回收 还有各乡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展 那也特别要谢谢花莲市民 素质非常好 然后把资源回收的工作也落实下去 让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可以很快速的 把资源回收的物品能够做好相关的一个处理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所有市民朋友们继续推广相关的一个资源回收的一个方向跟方式 那我们也会加强内部的教育训练 让我们的品质 清洁队的工作内容跟服务内容能够再大幅提升 花莲市去年资源回收率达53.06% 除了达到环保署订定的52.8目标之外 更超出109年的52.86 清洁队长吴清展表示 由于破袋机查能同时达到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率提升的双重目标 花莲市清洁队除了要求垃圾车水车人员 对于可移垃圾包进行破袋机查外 并研议创新作为 将清洁队办公室人员进行编组 每周针对花莲市12区垃圾手印路线进行破袋机查 如果有不符规定者 就会现场要求重新分类或退收 而这项措施已经实施超过一年 民众的繁益良好也多能配合政策 清洁队将持续落实办理 也请民众能继续支持配合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